好 吃 吃 花子到现在还没回来 看来是凶多鸡少啊 你说会不会是内线出了什么问题 牵连上花子了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用电报联系的 我们平时都是用电报联系的 但是如果时间长联系不上 可能就出问题了 我就会派人到约定地点去取情报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花子被共产党抓住 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不管怎么说 劳改直队现在是群龙无首 正是我们趁虚而入 解救党国要员的好机会 我们不能再等花子了 不行 还是冷静点好啊 听我对刘前进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这么说 没准他这是引蛇出洞 给我们来一个一网打尽 你把他估计得也太高了吧 不不不 一点都不够 这大老粗 也有细致的时候 我都不可以 他是能抵折我 你把他估计都捉了 他要再挖啊 你把他估计了 你把他们的小区 我让他再贵了 你把他估计 你的小区 他专家 霍狼 有人叫你呢 有人叫你呢 你这霍狼怎么做生意的 你好 我这么喊你都听不见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耳朵背呀 小时候抽风 飘到耳朵坐下来病 您要点什么 你看看我这眼睛框啊 有没有小螺丝 给我修修 小螺丝啊 那可是稀罕耳朵 我这可没有啊 真没有 你把这个镜框啊 按上我这个镜片 行吧 这个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这个眼镜框该多少钱 我分文不差地给你啊 好 行 来来来 你 你会不会呀 我会会会会 你 慢慢来啊 这么点活你都干不了 你还 祸狼呢 你 等等啊 走 这是梁库 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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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行 哪儿 真是 辣椒 烟叶 干什么呢 下来 老乡 我们是解放军 想买你们点粮食 机关陵有令 粮食不能卖 解放军呢 机关陵有令 粮食不能卖 刘前进你上山借粮 素惜领东寨 你说吧 你是怎么和那个 给你送情报的人联络的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我 我就是来拿情报的 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啊 不要以为闭着嘴什么都不说 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 带走 走 这这这这都不关我的事啊 老班长 我的意思是 等前进回来再神神的 这个人肯定还有没交代的事 对 方小麦 走 同志张连长做好领东寨布房 是 我 宋告陶司令令东战有福定 倘过那条小溪顺着前面那条山路 就能到机关岭是能关寨了 谢谢你啊 老乡 不用谢 好 走吧 走 阿姐 警方不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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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 既然我们人都在这儿了 不能白跑一趟呢 董主欢 董主欢 不好了 内线报告 杜军有埋伏 来 郑伟 可非怎么都撤了 负财怎么回事 撤 郑科长 你怎么来了 忙着呢 别提了 这军局宣传部啊 要咱们追队长的事迹 准备做一期简报 你说我也写出来了 就等着他审阅 结果 到现在他也没回来 那本书你看了吗 什么书啊 乱世嫁人啊 你看我现在忙的 就差打脚趾头剥了钻板珠子了 还佳人呢 等哪天没事 我陪你这佳人好好聊聊 老班长来了 那行 郑科长我先走了 小朱干事 再坐会儿吧 不了 郑科长 不是啊 我怎么觉得 这小周干事看你的眼神 不大对劲哪 怎么不对劲了 你心里面比我清楚 他估计是看上我了 你小子 老鹏你说 这土匪这么大老眼跑来 就这么撤了 这根本说不过去啊 看来他们是知道咱们有埋伏 只能这么解释了 而且他们知道的时间不长 会不会跟那个逃走的假黄狼有关系啊 有可能吗 周围 周围 文太队长 周围 支队长他回来了 顺利不顺利 刘前进一出马 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牛的呀 手 手怎么了 支队长可不是吹牛啊 我们刚到山寨就被他们给绑了 我们是上来交朋友的 可否认说交朋友就得有诚意呀 让我们走黎刻朵再做定夺 走黎刻朵 对啊 这可是机关灵 检验朋友诚意的方法 客人敢手托烧红的梨华走上九步 就说明他有诚意 就和他交朋友 朋友之间有什么事办 就好商量了 支队长 你 你真走九步啊 不不 九步 没事 就伤不点饼 没事 果然不出所料 唐锦英跟您家和侍卫一些唐 好在那个山寨头人还算明白实力 没受他们的摆布 老侯 我看出来了 那个头人当着大小狼山的众人面 乍乍乎让我们走那个领导 完全就是为了唐色土匪掩人耳目 好 老胖 怎么样 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吗 想没有看公司 想看 老侯 想看 老侯 想看 拿回去 快点 看好了 红涛期看到了吧 来 来 没错吧 在这儿吧 是不是在这儿 看准了啊 有 魔术 魔术 非常魔幻啊 非常魔幻啊 恩上了啊 真是天气不错 真是天气不错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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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大探主找你有事 就是 过来 你 你 有事 有事 你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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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别闹了 老实说 你是干什么的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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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实话没关系 你 你进来之前是干什么的 说实话啊 看来这个 唐景音和宁家和他出兵撤兵 都是内鬼从头的事 这一回跟问一次那一回事 如出一辙 可怕的是 内鬼对咱们的情况 掌握得是又全面又准确 老班长把那个贾后蓝 关得好好的 他怎么就能从我们眼皮底子 先溜出去呢 这个事 真是我也纳闷了 看来又是内鬼捣的鬼吧 内鬼帮着贾后蓝逃出去 内鬼帮着贾后蓝逃出去 只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 就是让这个贾后蓝 给他传递新的情报 正是因为这个新的情报 才使得唐宁贼帮 从我们眼皮子底下逃走 看来我们所有的情况 都在这个内鬼掌握之中啊 对了 文杰 王永明 和另外几个战士 都有机会接触那个家伙了 我们要注意进行排查 这个问题我想得比较仔细 他们几个应该没问题 现在对谁都不能打保票 你当初不是还怀疑老侯吗 他这次表现怎么样 算是有拥有谋吧 你们不在领东寨的段时间啊 发生这件事情 看来跟老侯没有关系 他是清白的 这个事情有两个人可以排除 一个是我 一个是老侯 其他所有人都不能排除怀疑 一个个长 是啊 我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啊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小巫子 你小子要不说实话 我会要你命 先生 有种你就真把我弄死 我早他妈不想活了 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嘀咕什么呢 好 这我随便聊聊 随便聊聊 我看你才是不想活了 闹什么呀 放放箭住 回去 来来来 走了 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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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怀疑到谁 涉及到谁 咱们都放开了手 文婧 你先谈谈周园 周园 周园 周园倒是有机会接触电台 可他不负责编码和疑电 他不知道电报内容 老龙口时间以后 这队两爷考察过他 但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咱们那个梁战不访会议 周园也没有参加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内鬼另有其人 而且一定是 知道梁战不访机密的人 我和老侯上山 彭浩和张连长 在寨口布房 这些事怎么会走漏消息呢 前进啊 如果内鬼稍加留心的话 给两点事情 不难知道 小魏 罗大哥 罗大哥 他怎么老躲着你啊 就因为你说他救过太阳 你说说 他说没去过 别看他把胡子剃了 我觉得他就是 罗大哥 都让官多大官 我们市市长是中将 对他都毕恭毕敬的 他不是官之高 就是来头大 要我说呀 他还不承认 你也没证据 就别再说了 不过他们这两天 好像盯上我呢 你还怕他们吃了你啊 我才不怕 变个魔术了喝了喝 想看啊 好 来来来 半块窝头 好 来来来 官讲好了之前 老班长 已经在他全身上下搜了个遍 他身上不可能 带有锯子之类的工具 那就是内鬼提供的工具 写着个密信的人 还有放走贾货郎的人 以及让贾货郎 可能送信给宁家河 唐金音的人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啊 有道理 贾货郎事件 老龙口事件 包括沃云寺事件 这几件事 要连起来考虑 重点回忆对象是参与 老龙口 不妨发案 好 所以我们这个 排查的范围要扩大 不能光排查 地方来得干嘛 部队来得干嘛 也要排查 你想说什么 我 咱们排查的话 包括咱们支队领导啊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不妨方案 也是你和政委两个人赏顶的 找不死呢你 是 大队长 疼 大队长 走 大队长 大队长 你以前 不是想他 不是 不是 大队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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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偷偷那么一会儿 真的 进来之前你干什么呢 什么都干过 什么打鱼 摩虾 拉车 搬砖 康大哥 啥挣钱我干啥 你当过兵吧 你开玩笑 我哪儿当过兵呢 我哪儿当过兵呢 没当过兵 这剪子哪儿来的 我 我这剪子我 扛大哥 特别重 老这么扛 扛时间长了就磨出来了 是扛枪伯的 不是 丞长副 我我我我都没当过兵 我上哪儿扛枪去 我倒是挺喜欢枪的 但我从来也没摸过呀 大队长啊 正副 您 我能看看 确实我 正副 这个是 这 这 有名 给他吃点傻子 是 大 大队长啊 大队长啊 我再也不拖窝头了 大队长啊 哪儿 轻点的 正副 正副 走 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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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松点 我告诉你们啊 谁都别给他窝头 我这蹲不下 我那边这儿 我帮你 你 我那边 你 我会 我给你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没事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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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你这一惊一乍的 人家不是关心你们 对呀 我听说你受伤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这还没死人呢 就慌成这样 什么事 说吧 你今天回来了 我想给你写一篇 深入虎穴的文章 深入哪儿 深入虎穴 还深入虎穴呢 我那是搞民族团结情了 敌国都不分你 你还写什么报道啊 写什么报道 你写什么报道呢 我都已经听侯大队长 他跟我讲了 他说你为了向山寨头人 表示诚意 用手拖着烧红的铁华丽 走了九步呢 是不是啊 都弄成那样了 所以必须得给你写一篇文章 这个老虎 这个老虎 还挺热心的啊 你就配合配合我工作吧 每次我给你写文章 都那么麻烦 行行行行 你这个丫头就是太缠人了 太缠人 那你给我讲讲呗 别走 你笑什么 你怎么这么高兴 你笑什么 肯定是笑话我呗 是吧 文大姐 我笑你们俩呢 干吗 你别走 我还没采访你呢 老班长 找程科长 不是 我是来找您的 找我 我想让您跟我讲讲 支队长的事 老班长 我听说你以前当过支队长 还有政委的班长 是吗 老皇里了 咋想起问这些了 我呀 准备给支队长写篇文章 可是支队长过去的事 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想请老班长给我讲讲 行吗 那可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是吗 这个支队长啊 一参军 就在我的班上 那时候他就这么高 人小 淘气 可是鬼精灵得很 部队的战友们都非常喜欢他 嗯 怎么说呢 仗义 正派 极致 勇敢 这些个好听的话呀 搁在他身上 那是一点都不为过呀 啊 年纪轻轻的 就入了党 没过几年呢 就当上了连长 部队上下呀 是既喜欢他 又敬重他 对了 可是程部长啊 喜欢的他呀 喜欢的不得了 我也喜欢这队长 小周开智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也喜欢支队长 我说我也喜欢支队长 你也喜欢支队长 小周开智 你今年多大了 老班长 其实我也不小了 我都二十二岁了 二十二了 二十二了 老班长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有问题 小周干事啊 这事 可是慎之又慎的事啊 爱不得丝毫的儿戏啊 老班长 我可是认真的 认真的 这事啊 什么事啊 那么认真啊 老班长 小姨姐 老班长 支队长让您上他那去开会 马上去 好 那 那老班长 您赶紧去吧 小周干事 喜欢上支队长了 前进 老班长 我给您说点事 什么事 老班长 刚才小周干事到我那儿去了 他说 他喜欢你 喜欢我 啥 啥意思啊 他喜欢你我哪知道啥意思 不是老班长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你说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老班长怎么说呀 啥意思呢 清洁 我是说呀 你还真得从心里边 严肃认真地想一想 好 老龙口实践以后 我们对自己的干部 做了一下排查 没有什么结果 也不知道军区 对尾随咱们那个可疑的信号 会议得怎么样了 破语专家说 大小狼山上 周围的发报信号非常杂乱 敌人发报频繁地更换迷电码 所以 电报要想破语出来 难度太大了 短时间内 靠破语密码内容 不太现实 这一路走来 内鬼问题实际上 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有件事情在这个场合 不太适合说 但是我还是要说 目前我们的形势 越来越远近了 我觉得我们的头脑里 关于内鬼之根弦 都要绷得尽一些 这个内鬼啊 实实在在地 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眼皮底下 对 想想领动在这两天 发生的事情 说眼皮的底下 不算扯讯了 好 事长 你关着门在屋里干什么呢 没干啥就来 来 吃饭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小子 我就知道你小子在屋里偷嘴呢 我没有老班长 没有 看看你那嘴 瞧瞧 油光正亮 你还狡辩 老班长 小上来别说出去 我给你一块好的呢 我吃过了 吃过了也得吃 咱们吃了啥 我能不知道 知道就好 支队上啊 把这么多人吃饭的大事 交给咱们 咱们让他们吃不上饭 你心里头好受啊 不是 赶上土匪烧粮库吗 又不是咱们工作不积极 这次跟着队上到新景平来 你确实吃了不少苦 所以平时你谈点嘴 我不说什么 可这是特殊时期啊 可不能一失足 成千古恨哪 老班长 你可别冤枉我 这只鸭子 是我偷自己钱买的 人是铁 犯是钢 部队每天行军打仗 压犯人 这要是一天没了粮食 那一切可就全泡糖了 有句话呀 搁在老班长肚子里 一直没跟你说 见手自盗 那不光是你一个人 掉脑袋的事 牵扯到许多人的性命啊 那个头人 也太不把你当回事了 这刘前记 马上就有通过机关领了 刘前记 有我唐静音在 你休想通过机关领 行了 别自以为是了 静音 不能小瞧他们那几个人 刘前记 可不止是一介无夫啊 他还有胆大心细的一面 我们慎重点 没有坏处 你又为言耸听了 蹲了一回共胆的班房 就把你的胆子给摘走了 静音啊 你应该知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这样鲁莽我会吃大亏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那些对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快 我们的粮食还够吃几天呢 要是省着点吃的话 够吃两天的吧 我们的勺子突飞起几两天 是非救宁家和 上次烧毁的粮食有多少 那可是烧了不少 这火一着起来 都是些陈粮见火就着 来 支队长 有个老乡找你 坐 你去看我 爸 你说吧 机关令 头人那边 有了变故 唐鼎匪帮正对他们进行施压 避走了头人的债兵 换成突飞的人 好称啊 要在机关令成立什么 反共先前游击军 占据地盘 可后人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支队长 我再跑弹关寨 去大名问问他 我 坐下 坐下 现在谁上去都应该 再说现在头人 也不知道他再不再进去陈粮 我和支队长啊 仔细分析了一下敌情 唐靖英并家和呢 他们想说服头人 和他们同流合污 但是又调动不了大小廊山各寨的人 只能靠他们那些残留的匪帮了 但是他们又不熟悉 灵上灵下的地形地貌 所以啊 他们对外号称把机关令占领了 还要对咱们打阻击 但是他们未必真敢亲其所有 跟咱们决一死战哪 假如说那个唐靖英是个疯婆子 但是 宁家和是知道我们实力的 再说了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在这个剿匪斗争中 恨不得把他们聚在一起一网打尽 就凭那几个人 那几条破架 他们不可能全部集中到机关令上 所以 我们要做好 打这一仗的准备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一路上 被这些个王八蛋是东一下西一下的 我是弄得一度的气 我必须得撒出 当然我们这仗 要打有准备的仗 要配合我们的机动部队 一起打 把他们一网打尽 让让咱们这这出大起见 是咱们顺顺当当唱到鞋 对不对 老后 我看唐靖英英家和他们呀 就是虚张声势而已 我说 我希望他们不是虚张声势 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非常严重 没有什么问题 报告 你来得正好 坐 刚说到粮食呢 这阁长为了节约粮食 全支队统一粮食伙食标准 你有什么想法 那我觉得就得降一降 大家的伙食标准了 不行 要保持战斗力 战时的伙食标准不能降 现在粮食不多 伙食标准不降不大可能吧 那当然 我也不想降 问题是咱们得有粮了 什么叫那当然啊 一缺粮食就降标准 那我还要你这个后勁科长干什么 臣科长 话是这么说 这办法还得想啊 我这儿呢 给廊山工委写了封信 请他们帮忙捐点粮食 再把机关里的事 跟他们说一下 马上牌子送去 找一个 找一个合适的人 让小姜去吧 小姜不行 找小李 小李 到 来 把这封信啊 安全送到老陈宫 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 要注意安全 去 去吧 去吧 是 出isz groupe 江大 又是清糖瓜醉的稀饭煮萝卜 这猪狗食能吃吗 看见了 当官的跟他们分开了 这是缺粮了 这不是人吃的饭哪 他们就雇他们自己 给咱们吃这个 是想把他们拖死在路上 那跟好啊 下一个 大局 把这些东西跟我一块 把他拿到南饭这边去 大局 帮我个玩 就这样 谢谢啊 这饭不吃了 我们赶宇劫持 快 快 不吃 不吃了 不吃了 我们不吃了 不吃了 劫持 快 不吃了 波侠 劫持 劫持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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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吃吧 吃啊 捡起来 不捡 捡起来 支队长 你先去吃吧 别给他们费精神 吃这本米饭 当然不用费什么精神 那那那 按照规定啊 咱们的伙食标准是有分别的 可是考虑到当前特殊情况 现在是改变了这一规定 改为 战士和犯人同一标准 行了吧 你们当官人还不是令氏小灶啊